如果事情沒有完成的話 他們是不會下班的 他們真的是不會下班的那一種 他們就會一直很努力的去做 你身邊應該會很明顯感覺到 出雲說他的個性 其實還有一點就很容易猶豫不決 因為他們很怕 就是他們會怕失敗 所以他們很愛 哈囉大家好我是KIMI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KIMI在哪裡 今天一樣又來到我們的星座系列了 今天呢我們要講的一個星座是 傳說中最 最 最龜毛的星座 就是 處女座 大家對處女座的印象是 完美主義 威猛 老老 我自己個人覺得處女座的人 真的是超級無敵完美主義 他們永遠都會有 某種很特別的他們的那個堅持 還有他們的思維邏輯跟一般人真的有點不一樣 然後除此之外 龜毛這件事情 其實是真的有了啦 因為龜毛他們不會很大方的 就是花錢在他們不熟識的上面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他認定的對象 不管是朋友情人還是家人 他們花錢也是真的沒有在給你收完 就這樣 錢是這樣又丟的給人家說 拿一包啦 沒有 處女座的人 真的 超愛碎碎唸的 你知道像我們這種 偶像星座 被人家這樣碎碎唸 真的會動不掉欸 可是其實他們會 撈到同時也是為你好 就是希望你可以就是 變得更好 或是做得更好 所以他們才會碎碎唸 然後呢 處女座的工作方面 因為處女座就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對工作這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無敵 超級無敵負責任的那一種 他們就是那種 一坐下來 在辦公室一坐下來 如果事情沒有完成的話 他們是不會下班的 他們真的是不會下班的那一種 他們就會一直很努力的去做 你身邊應該會很明顯感覺到 處女座他的個性 其實還有一點就很容易猶豫不決 因為他們很怕 就是他們會怕失敗 在他們字疊裡面 就希望自己可以是偏向完美的那一種 所以他們想事情 他們都會想的超多 他們可以想了一百種 可能做一件事情 會發生一百種可能性 可是想完之後呢 他們還是不會去做 因為他們的個性就是 比較想很多 所以他們如果今天要轉換工作啊 或是要做一個面臨非常大的決定的時候 基本上 他們都是要花很多時間 重點是喔 你可能跟處女座講說 你勸了他 譬如說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然後他就跟你講說 嗯我覺得你講的事有道理這樣 然後大概隔了一天 他還是要繼續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好 接下來呢 處女座的愛情觀 我跟你們說 我自己個人認為 處女座啊 因為他們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他們的個性其實算是比較被動一點 所以基本上處女座都算是蠻專情的 就是他們喜歡一個人 可以喜歡很久 可是同時啊 就是因為 喜歡很久 他們就比較平淡一點 就會比較無聊一點 所以跟處女座的人 在一起九週 就會發現 喔 我生活怎麼好像有一點一成無變的 那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自己個人覺得處女座的人 也算是 還是會有一點浪漫啦 欸 歡迎 哈哈哈 不要再笑 還走而已 我忘記怎麼唱 好回來 好回來 處女座其實還是有一點浪漫的啦 就我自己個人覺得 然後處女座同時 你剛才那樣的時候 你會覺得 他們算是一個蠻務實的人 他可能會買你需要的東西送給你 不會去買那種很浮誇的東西 處女座啊 如果真的很喜歡一個人的話 他們也是屬於比較順從的那種 他們在談戀愛的時候 你要看就是 他們有沒有把你當成 他非常在意 就是想要走長遠的對象的話 就是要第一個 看他們有沒有 就是把你當成 他們的公主 或是王子之類的 然後還有 處女座啊 吵架的時候 你不可以直接跟他講說 你就是臭白是怎麼樣 因為處女座 他們是完美主義 所以同時他們自尊心 其實都蠻強的 你如果直接指責他們 他們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不會跟你講 他完全不會先去聽你講的什麼道理 他會直接先跟你反駁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處女座身邊的人都超會講話 處女座真的是能言三道 很會辯論耶 所以我個人覺得 你如果今天跟處女座談戀愛的話 基本上你只要不要踩到他們的底線 不要太過隨便啦 因為他們畢竟在意小細節 應該自己也跟他們相處得蠻好的 接下來呢 要來教大家 處女座呢 要怎麼去追求 我會過我身邊非常多的朋友 他們大致上給我的意見 第一個呢 就是你不能太主動 因為處女座本身 算是一個蠻被動的星座 可是呢 他們在被動的同時 他們也會一致就是那種 放眼去觀察很多人 所以處女座也是屬於這樣的星座 接下來呢 還有第二個 你要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 你今天如果是一個很善於唱歌的人 他可能就會想知道 喔 你這怎麼會那麼會唱歌啊 你是怎樣去學習這件事情的 第三個呢 你必須要是 比較會跟他們打話的 因為處女座一開始 如果他對你沒有特別有意思的話 他不會主動去跟你講話 所以如果你今天喜歡他的話 你要主動跟他打話 好吧 我的影片告一段落啦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記得一定要開啟小鈴鐺喔 除此之外呢 因為我們的星座系列影片 已經快要出來了 所以接下來呢 想要看KIMI拍什麼系列的影片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拜託大家努力留言 盡量留言 給我一些意見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去看看 好極已 喔 喔